5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现在来检讨上次的线上小考 线上小考的结果 老师都已经公布在我们的英语线上学习网站 那我们现在来看 前面是假班 然后你要移到下面才可以看到一班 然后正确答案是黄色的 这个是老师做的 黄色的这一栏是正确答案 然后小朋友你们如果答案被老师标成红色的就是错的 被老师标成红色的就是错的 所以请你自己找到自己的号码 然后去看了你哪一些题目呢 是错的答案 然后你必须定证两遍 好那我们现在来检讨 担字部分比较没什么问题 只有少数的小朋友呢 还是没有把它记起来 那最容易错的担字呢 我发现是眼镜跟这个手套 No.1 gloves 手套 复数的东西 它中间有个love 好那另外一个 容易跟他搞错的就是glasses glasses眼镜也是复数的东西 这两个是小朋友感觉比较容易混淆的 然后还有就是wallet 皮甲好像大家也比较不熟 好那请小朋友再多多记忆背诵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背 请你往前看老师之前的教学影片 都有讲说怎么去背它 好再来句子呢 好句子也是容易混淆的 但是其实呢 把握一个原则 好小朋友请看哦 你看红色的地方这么多粗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那个图片哦 这个意思呢 看不清楚 或者说不懂那个图片的意思 那我这边解释 东西是近的 东西在你手上是近的啊 对不对 它东西是不是拿在手上 然后再问 问说那是谁的 然后呢 是然后回答是谁的 好那东西在手上是近的 就是这一题 哦 whose umbrella is this 好那小朋友我想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umbrella是单数的东西 所以是this 这 好所以小朋友可能 不知道是想出来怎么样 很多人都给我写 that 很多人 好 好 好 那 嗯 回答比较没问题 因为东西 是单数的东西 所以是its 开头 it's his umbrella whose glasses are these 也是一样 glasses 是不是在问的人的手上 在问的人的手上 在问的人的手上 whose glasses are these 在问的人的手上 所以是用these 那也是有小朋友 都是远近 搞不清楚 好 好 然后回答呢 number four they are her glasses they are they are的缩写 they are是负数 they are her glasses 好 所以 嗯 第二大题的 第一小题到第四题 应该就是你们 近跟远搞不清楚 好 主要是这个原因 好 然后没有注意到东西是 单数还是负数 那这个老师呢 会在想办法看怎么样 把它加强 好 那再来 最后一大题 第三大题 是每个填一字 只能填一个字 所以如果你没有写 缩写的人 算错 我们来看 好 第三大题的number one 这个其实是送分题 whose cap is that whose 那有小朋友可能 不小心打错了一个字母 所以 这样子也是错啊 那 这一题比较少人错 好 number two 第三大题 number two 好 那number two是 承接前面的那一题 whose cap is that 然后东西是 单数的东西 所以就回答 it's ken's cap 老师那个图片有著名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嘛 girl boy 然后呢 the girl's name is jin the boy's name is ken 我还取了一个名字在上面 可以让你运用 做大 好 所以回答是 it's cans cap its 单数的东西 好 那number three呢 你要看东西呀 是glasses 所以是复数的东西 所以你要回答 their her glasses their her glasses 所以是their 所以呢 小朋友来给自己看一下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好 再来number four 第四题 it's 什么 banana 要根据上面那个图片嘛 那我这边就是提示你不能填二 已经跟你讲不能填二 还是有小朋友填二 好奇怪哦 然后还有小朋友填 one 为什么不能填 one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问你几根香蕉 one two three four 我们主要是问你是谁的 who's 我们的主题是who's alright 谁的 所以你就是要回答谁的 好 我已经提示你不要给我填二跟one了 可是 还是小朋友哦 还是填了 好 所以答案呢 你就看那个图片 it's her banana her 或者是你讲 it's jan's banana 记得jan 这个名字 然后再一撇s jan 的 alright 好 那第五小题 第五小题 who's socks socks 是复数的东西 所以是are 这个几乎是送分题哦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是are those those 是哪些 好 number six 第六小题 who's umbrella 好 这个也是送分题耶 whose umbrella umbrella是单数东西 所以是is this is this whose umbrella is this is 好 那number seven is 谁的 watch 好 那你看那个watch 是 哦 那个 the boy right 所以就说 is he's watch 或者是 is can's watch 当老师图片 已经注明了 the boy the girl 都在讲 别人 就不会出现说 my 我的 我没有在问你啊 所以你就是要按照图片来回答 is he's watch 男生的他的 或者是is can's watch 好 number eight whose umbrella is whose glasses are the 这是另外一个图片 我记得 那个图片呢 他就是有手在那边直来直去 那第 number eight 跟number nine 第八小题跟第九小题 刚好就是隔壁题 就是要让你做比较 好 那第八小题 他那个手指头离东西比较近 所以是 whose umbrella is this this 近的 number nine 是手指头离东西比较远 而且它是复数的东西 whose glasses are those whose glasses are those those 那些远的 这样子小朋友清楚了吗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句型的部分 就是 我想应该问题就是出在于 第一个 你没有注意到远跟近 第二个 你没有注意到东西是单数和复数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好 那 老师在想办法看怎么样给你们做练习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次考的不是很好 没有人一百分哦 所以小朋友请加油